做這種盆景是用六種不同的化學藥粉順序地分別放進水盆裡融化 在一定的時間以後,這些不同顏色的藥粉就會起變化,變成各種不同的圖形 有的像花草樹木,也有的像山上的其實 整個的看起來就好像是一幅海公奇景的圖畫 這種盆景放在客廳裡可以經久不壞